大家好,我是小菜花,今天和大家分享猪皮好吃开胃又解馋的做法 平时家里的猪皮不要扔,存起来 这是我存了一段时间的猪皮,在冰箱里拿出来解冻 把猪皮放清水里化开 洗干净猪皮上的杂质 接着把猪皮冷水下锅 再放几片姜片 倒入一些料酒 放入一些花椒去腥 大火烧开后翻动一下再煮10分钟 10分钟后把猪皮捞起放到清水中 把猪皮在冷水中清洗一下 再把猪皮上的猪毛清理干净 猪皮处理干净后 把猪皮下的肥肉去掉 肥肉去掉后尽量把多余的油脂也刮掉 再把猪皮切小块一点 猪皮全都处理好后,把猪皮摊开放窗台分干 焦里有烤箱的可以用烤箱烤干 猪皮分干掉多余的水分后,会变硬 表面还有些油脂 锅中烧油,油温一定要高 把分干的猪皮放入油锅中 把猪皮炸至变白 表皮有很多密集的泡泡 就可以把猪皮夹起,控下油 夹出 猪皮炸好后放到大碗里倒入温水 炸出来的猪皮是硬的 用温水把猪皮泡软 猪皮泡软后放回大碗里 紧接着在猪皮里倒入些玉米面 捉匀,让每一块猪皮都裹上玉米面 用玉米面搓洗每一块猪皮 这一步很重要 再用剪刀把猪皮剪成小小块 或者用刀切成小块 用玉米面搓洗猪皮 可以去除猪皮的各种异味 还能去除多余的油脂 让猪皮吃起来很清爽 猪皮剪完后捉匀 静置10分钟 接着我们准备几瓣蒜 把蒜压扁,切碎 再准备几个小米辣椒 切成圈 把切好的蒜和小米辣椒 装一起 待用 10分钟后倒入清水 把猪皮里的玉米面清洗掉 多换几次水 把洗猪皮的水洗到清澈为止 再把猪皮捞起,沥水 热锅下少许油 把蒜和小米辣椒放入锅中 炒出香味 接着把猪皮放进来 翻炒均匀 接着把猪皮放进来 然后调味 放进一小勺盐 适量生抽 一勺糖 一些米醋 再不停的翻炒均匀入味 翻炒均匀后可以尝一下 适量添加调料 翻炒入味后 关火,出锅,装盘 今天特别好吃 开胃解馋的猪皮就做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分享 点赞 关注